其實員工就是公司的根本 你沒有這些員工 其實就算有我也沒有小人 是靠他們在做的 我只是做決策而已 但是真正在那裡一點一滴 累積這些產值的是這些辛苦的同仁 所以我們必須為他打造一個很優質的環境 才能夠讓我們企業持續不斷的進步 人才才是我們公司的根本 所以栽培這些人才讓他有願意待得住 我就有籌碼去接更多的訂單 去打更大的戰場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小時候是住在眷村的 因為我是外省第二代 我爸爸是隨著這個部隊來到台灣 父母親都是在這個軍工廠裡面 做軍用的皮鞋的這個技術員跟操作員 所以我從小就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長大 有一次我問我爸爸說 爸爸我到底要讀高中還是高職 爸爸就跟我講說 你最好是讀高職 第一次跟我講這個重點 他說 一技之長 萬貫家財不如一技之長 爸爸沒有什麼可以給你 但是只能鼓勵你去學一個技術 所以呢他給我這個觀念之後 我就想說好那我就去投考這個技職學校 我本來想讀的是飛修科 結果因為我閃光 結果體檢沒有過 所以我受到人生第一個很大的打擊 哇我要去修飛機的資源沒了 我就想說 台南高宮也有飛機修物科 我又重新點燃我的希望 結果下來之後沒有錄取 那我告訴我自己說 哇沒有錄取怎麼辦 那我修汽車好了 所以我就改填汽車修物科 結果分數又差了一點又沒上 在我失望的時候呢 我遇到我的同學 我就問同學說 欸你們都填什麼科啊 結果我的同學說 他讀板金科 所以我就填了台南高宮板金科 結果就最後一名 錄取了這個台南高宮的板金科 然後讀了板金科之後呢 是有機會修飛機的啦 這個夢想都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就在板金科裡面呢 聽著爸爸的這個想法說 我技術一定要好 所以我從一年級進去的時候 只要是技術的課 我就比別人更認真 老師發現了我有這個特性 所以老師就在暑假的時候跟我說 你要不要來選拔這個技能的選手 那我就說好啊 所以我就參加了屬訓 於是就開始我的技能的比賽生涯 大概是這樣子攔起了我的技職的這個熱情 所以我在南宮的三年就很扎實的 在這個技能上面 每天我都在學校裡面 做到晚上十一點十二點 那年的這個高職裡面呢 其實升學的人很少 在那個時代大家就是高職讀完 大概就是就業了 這是我這個大概的一個經驗 就是在高職的時候我就出去上班 並沒有往上升學 那個時候我就到這個 學校媒合的企業去上班 然後我在上班的中間呢 我就認識了這個工廠裡面的 我的主管 課長 我的副廠長 那我在升南縣的時候 我就常常聽到辦公室來的廣播 這個經理請接二線電話 然後我就問那個我的主管說 為什麼他廣播到我們升南縣的人的時候 都沒有稱職務 廣播到辦公室裡面的人的時候呢 都有這個稱職務 他說其實在業界裡面 對學歷還是很重視 我們在升南縣這邊學歷最高 也高中值而已 但是你到辦公室裡面一進去看 最小的小妹都大學起跳 所以學歷在這個裡面很重要 所以接電話的總經小姐的學歷都比你還高 她怎麼會去稱呼你的職務呢 在她的眼中 就只有比她學歷高的 她才會幸福 我一聽之下 我就深深影響著我說 哇那我一定要再繼續求學才對 否則那時候我只一心只想工作而已 我並沒有想要再升學的動機 雖然我有得過很好的這個保送的機會 但我也沒有去升學 於是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報告 我想爭取這個第一志願 那個時候的第一志願就是台北公專 我想讀台北公專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爸爸還有高雄公專 所以呢我不是高雄公專 我就是台北公專 我說一個人就到台中去做這個事情 離鄉背景 所以我那一年就得到全國的比賽的這個第一名 就是台灣省的金牌 三個月後又比全國的決賽 那我得到了全國的銀牌 那依這樣的成績 我就在那一年的聯考 我考上了台北公專 機械科 設計組 而且我可以選擇我想要讀的這個組別 因為我的分數相當之高 所以我選了設計組這個部分 這就是我當初決定放棄工作 重新再考試的原因 最大的震撼教育是台北公專的考試 第一次考試我永遠記得 北科大的考試 雖然在上課的時候教授跟我們說 Open Book 結果我發現進去考沒有一題翻得到 從頭翻到尾都 就是說 哇 不是我想的那一回事 所以我第一次的考試呢 考了十一科 我有九科不及格 這個大大的鐵錘打在我頭上 我想說哇 十一科 九科不及格 而且好幾科都是各位數字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我應該要做一些什麼調整 但是我其實沒有那麼快可以反應過來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有一個其中認識一個同學 他是全班第一名 他突然有一天來找我 他想約我跟他一起 兩個人承租一間房間 那我說你為什麼找我 他說他發現我在實習課的時候他有觀察 我做的任何的東西都有有條有尾 然後我就說好啊 從那天開始我的讀書觀念改變 他讀書的方法 全部赤裸裸地呈現在我面前 課前他先預習 課中他做筆記 課後他又讀一次 這樣一個章節他就讀了三次 難怪他可以考到這麼好 所以我照著這個節奏之後 我二年級我就全部過了一份 因為我抓到了讀書的重點 這個就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重點 所以我順利的取得了這個管理碩士 甚至拿到博士學位 所以我融會了讀書 又融會了技能 你只要肯觀察 肯學習 你一定會有成功的機會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 我其實一開始回來談的時候 我對工作的方向呢 比較沒有真正的目標 我真的不曉得要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在家裡的旁邊 找一個工廠先 於是我就去應徵了業務員 我找一個比較難說 歌唱的工作 所以我就做了業務員 所以我回到校園去找我老師 說老師 我現在在做這個業務員的工作 你有沒有什麼機會 幫我的忙賣這些東西 老師馬上臉色就湊起來了 我說老師怎麼反應這麼快 你學了那麼多的技術 你跑去賣東西 趕快明天去遲掉 我幫你介紹工作 老師馬上電話拿起來 就打到某一家工廠去 說我有一個學生 去你那裡上班 薪水怎麼樣 你幫他 講一講之後 兩萬七你要不要過去 也不知道工廠在哪裡 就聽老師的話 就換了工作到板金工廠去上班 這是我退伍後第一份工作 我就在板金工廠裡面上班 台北工廠的同學來跟我說 你跑去鐵工廠上班 你不覺得輸白讀的嗎 你像我現在在上四櫃公司上班多好 你要不要重新找個工作 不要在那個鐵工廠裡面上班 結果他就丟給我 我一看 裡面有一個職務是我以前的夢想 中科院航發中心 既然有這個職缺出來 我就去報名了 然後那時候是要做這個IDF的國建國照 所以他需要這樣的一個技術人才 那我又是板金的金手獎 然後可能是全國的銀牌 然後台灣省的金牌 他可能看到我這個技能 然後看到我讀台北工專 這個學歷就錄取了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師辭別 因為當初老師幫我介紹這個工作 就跟老師說謝謝老師 我現在要錄取了中科院航發中心 跟老師講一下 也跟老師謝謝 他幫我介紹這個板金的工作 結果老師又臉色又變了 我就又納悶 老師又怎麼了 老師說 你不應該這麼早就做公務人員 我說老師 這個很好的很挑戰 是我的夢想 老師 你的技能 跟你這樣的訓練 其實你應該創業才對 於是老師就舉了他自己的例子給我聽 他說我是台北工專畢業 畢業以後我就投入教職 那你看我現在教育一轉眼間我又要退休了 這個教育的工間我的這個收入跟我的這些都是固定的 我的薪水是計算得出來的 從我踏入這個行業之後 我的薪水是算得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去創業的話 你是適合創業的人 你的薪水是沒有辦法估計的 不是你現在可以估計的 我老師用他的這個來激勵 我會想想 老師講的也是有道理 到底是要去做公務人員呢 還是要挑釁日後的創業 但是我也沒有錢 怎麼創業 正好我在這個陷入城市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來找我 他跟我說 他們想創業 他們想創一個這個 這個跟板金相關的事業 然後我就想想想我老師講的 要創業 還是要去做公務人員 後來我也沒有跟我的家人講 我就想說 雖然家人已經知道我要去鋼山了 但是我後來到1月份的時候 我沒去報到 我跟著同學一起去創業 大家一起 反正是有志一同 同學就很會想 其中一個名字叫自在鋼鐵 就叫自鋼 所以自鋼金屬公司就 幾個同學 然後我跟著同學一起去找廠房 然後一起去買設備 然後開始就 就一起做這樣的自鋼道合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著同學一起 創立這個自鋼金屬 那時候我是24歲 在志鋼的生活是 一開始我們是 大家都住在公司裡面 其實創業雖然是一個方向 但是其實有技術 但是你如果沒有課員 也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做起 後來我們想一想之後呢 大家想一想 我們做的是少量多樣的工作 所以我們乾脆來做那個 客製化的商務 那個時候呢 台灣正流行一波的產業外移 但是呢我們在那個時候創業 很多人不看好啊 因為我們的方向是少量多樣的 結果發現大量的工作 外移到中國大陸 但是少量多樣的東西 移不走 還是留在台灣 然後因為客人覺得說 我們做兩台做五台也做得這麼精美 所以我們就打開了我們的 那那個時候剛好政府 準備在南科設立這個 阿納科學園區 然後就很多的這個大廠下來拿 那我們創業的地方在永航 剛好離這個南科呢 十分鐘就到了 所以南科的大廠 要找這些金屬加工的時候呢 我們就站到了這個先機 但是當南科還沒有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那幾年是非常的 就是瀑布前進啊 方向未確定 所以做得相當的辛苦 但是當南科開始來的時候 氣機一到 我們馬上就 不會猛進轉潰為眼 抓到了一個浮板 他就慢慢上來了 但是這個南科的這個工作 來的時候也是 瞬間的就 工作其實也不是非常穩定 就是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那我們就發現說 這也不是辦法 所以大家就從 重新調整腳步 我們成立的這個 國際的這個行銷事業部 開始做一些外銷的工作 抓到我們的新的方向以後 大家就目標一致 到現在我們外銷 佔我們的氣層 佔我們公司的營收氣層 才讓公司贏不清 那個時候呢 就是說我們 是一個很傳統的行業 那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有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所以我們把工廠開放給 人家來參觀 於是我們 成立了這個 台灣金屬創意館 光光工廠 透過光光文創 來導入 尋找我們新的這個契機 然後很多的這個學生 發現我們這個公司 其實不像傳統產業 那麼樣的辛苦 他願意投入 我們的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的工廠 人才招募也不會有問題 裡面都是年輕人 願意投入的行業 公司就從這個製造 轉為服務 轉為科技 慢慢慢慢提升 所以大家來這裡上班 就有一個基本的榮譽感 也知道公司在做什麼 朝這個方向前進 那我第一個就是 自鋼金屬的技術傳承 技術本位 第二個是我用 台灣金屬創意館的模式 用光光跟文創的方式 呈現給大家 那第三個呢 我有特立子公司 我有一個身心障礙的 這個特立子公司 我以我的技術 把這些身心障礙者 讓他可以順利的 進到這個工廠裡面 找到他可以擔任的職務 給他們機會 為他們開一扇窗 這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堅持 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你要採納別人的意見 以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說 我會去先聽別人的想法 然後融合完之後呢 我自己做出一個最後的決定 所以我希望 大家必須要做事情 你必須要堅持你那個目標 然後必須要有熱情 你才可以往前 不斷往前 做就對了 你會做什麼的 所以我會有很多事